Hello 大家好,今天來玩一隻新的Pokemon的改版 就是一隻叫做最中紅的改版 聽說上次看一個留言都有人跟我說過 所以我們就玩玩這個遊戲 但是很大一個問題就是它是一個英文的改版 所以其實應該就會比較難一點去... 即刻譯到,所以我們開始了,不說那麼多了 這個世界裡面有一件東西叫Pokemon 都是那些,沒什麼特別 先告訴我你的東西 咦,只有藍國可以選擇 其實它現在的改版都很厲害 剛才我按完第一個按鈕,它立刻幫我跳到後面 它這個應該是因為用了一個方法 就是英文大街的第一個字,沒錯 好,開始了 Grenson 那就是那個MK 你的旅程開始了 咦,一來一跑步 challenge的一個option 那這個option應該是選擇一個困難模式和隨機模式 又是 那我們直接來個困難模式吧,好嗎 那不玩,不玩隨機了,OK 嗯,這個option呢 哦,你不可以去到... 即是去到中途你不可以去關閉這個客戶 那你是不是要確定,好,確定 option 可以,走得 這個是什麼 沒有特別啦 可以走就行了 你終於起床了吧 我有話要跟你說 它就說 嗯... 你沒忘記到今天要拿一個新的精靈 它就說 嗯... 我就知道你有一天會離開這個地... 離開你的家去追隨你的夢想 那我就... 收到一份禮物的 在很久之前 但是不知道有什麼用 我打算給你用 離開家 嘩... 閃耀護符來的 這個好像是 希望它可以幫助你的冒險 我沒有特別啦 都是那些 嘩... 這條園有些... 野生精靈在這個位置 是不是直接跳出來... 咦...失雷樓 為什麼失雷樓黑色呢 黑皮膚 好像又不像是 Who are you 我聽過你的名字 好像... 噢... 我曾經在大木博士那裡聽過你 我猜它應該是 會給你一個精靈 他就說 噢...我忘記了 試過介紹自己 我的名字呢 失雷樓 來自這個... 不知道是什麼塔 或者是它的地方 忘記了什麼村 那個名字 如果你知道的 我們一起去找大木博士 噢...之後再見 我找完大木博士之後 噢...這個不安全的 我們要給你職靈 Come with me 跟我過來 好了... 又是個敬敵 敬敵多數都是說 沒辦法等待 那些 不特別說 這裏 劇情都沒有什麼劇情 喂... 有... 這個已經是新的三隻 這三隻是... 劍盾 加拉爾地區的 那其實最厲害的 我想... 就算不算特性的話 應該最強是... 火系啊 或者是... 火系啦 我們如果想... 因為它現在這個是困難模式 所以我就選一些好一點 可能我會用... 用火系 用火系 OK 我們第一次選火系 其實都... 我很少用小火龍的 即是火熊版本的話 這個原本是火熊版本 小火龍我真的最少用 或者火屬性的羽三家 真的最少用 OK 沒有特別啦 直接... 咦... 這個叫聲來的 搞錯啊 這樣設... 設招叫聲是第一位 嘩 第一場就要輸 不是吧 神經病 第一場就輸了給他 立即改回技 火技 它的特性是什麼 它的特性是... 火屬性增加還是什麼 不知道 還是猛火 應該是猛火啦 應該是猛火啦 然後... 它沒有地圖可以拿呢 看它好像沒有什麼特別大的劇情可言 暫時看下 不能拿地圖 還在這裡可以拿地圖 這裡說了一點點東西 咦... 又有另一個人 這個又是劇情的人 啊... 你是不是新的訓練家 真的? 實在太好了 我呢... 我也是一個... 我也是一個訓練家 我的名字叫... 不知道怎麼讀那個 和你... 哦... 你就是這個人 nice to meet you 我呢 同樣地都是今天開始進行這個冒險 with my friend 和他的比加超朋友 那隻東西應該幫他改了名字 呃... 但我博士多給你精靈 讓我們來看看這個精靈 在戰鬥裡面 比加超給他 為什麼又叫聲啊 嘩... 要輸了 神經病 嘩... 搞錯 這個困難模式 第一... 第一場已經輸了 很困難 這個模式 真的... 這裡有什麼呢 不如打一下這裡的東西 他這個就不是隨機的 不過他困難模式 但我相信他頭兩個應該是沒有困難度 我覺得 不過不要緊 我們不深救這件事 我們升到6應該有機會打贏 因為有火化 有火化就可以燒死你了 燒死他 為什麼我這麼快就有麻痺 神經病 喂 為什麼都是要輸 這麼神經病嗎 他這個已經比我快了 就比加超 但我們終於贏到他了 現升兩點 高... 電光石火 嘩... 你真的好鬼死強 他就說 真的... 懂得說話 我現在要去回血我的精靈 回火我的精靈 但記得 下次將會贏 下次的勝利將會屬於我 See you later OK 那麼容易嗎 第一次輸給你 之後我不會輸給你 OK 對呀 還有今集呢 今集的界面改了一點 大家可以看看這個界面 大家覺得好不好 對 如果你覺得這個界面OK的話 不妨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或者... 或者你覺得之前那些好看的 都可以告訴我 要是都想做一個新嘗試 咦... 夠極動怨 怎麼了 你這裡塞住了 You don't know 你不認識他們嗎 你不認識我們 你不要看他們是這個小孩 他們當然不認識 總之就是我們小孩都不認識 我們是這個火... 熔岩隊和水艦隊 沒什麼特別 Now you know 你現在知道我哪位 最好不要惹我們 他就說 I think they are bad guys 我覺得他們是壞人 失雷了 沒錯 我們是壞人 我們在這裡 就是為了幫助火箭兵團 去控制這個關東 他就說 我們不應該... 不應該讓他們操控這個關東 我們要做些事 他就說 你們不是認真嗎 沒有人可以阻擋我們 或者你就要打雙打 不快手 嗯... 先來火 燒他一隻 嘩... 要用什麼技 燈硬 這招 為什麼他們全部用燈硬 嘩... 又有關展 大哥... 神經病 為什麼他們用燈硬 是有什麼戰術 還是專門燈的 真的... 不太明白 我不太明白在玩什麼 我的隊友和敵人 什麼... 現在是輕玩鋼防的手段 燒傷...燒死他們 我們不是燒傷 這裡他還要塞住門 有沒有回血 不管了 既然他用燈硬 我們的隊友是否用燈硬 我看一看 我的隊友用什麼 遙尾巴 那我們用電光石火 打其中一隻吧 他還是用遙尾巴 唉... 剛才說錯過了 錯過了 唉... 搞什麼啊 我三個都不停在這裡 要是飛沙一腳 即是踢沙 要是用那個... 用那個叫做遙尾巴 燈硬 再來 好...再來 先看看 這裡...我們先用燒傷 其實燒傷都扣得很少 究竟是什麼原因 是不是性格有問題 應該可以了 又避了 唉...等下我一個就玩完了 我感覺到我有機會玩完了 我感覺到我有機會玩完了 唉... OK... 避了... 可以... 搞定了 終於搞定了 OK... 我會告訴其他成員 聽吧 之類... 你會付出... 你會後悔的 這個是... 我們不可以讓他... 有其他人控制這個灌動 我就說... I will help you if you leave me 如果你需要幫忙 我會幫助你的 好啦... 我現在要離開了 不過有些東西要給你的 我說... 2Z環 啊... 隔壁那個是什麼 好... Pokemon Trainer 他說你需要錢啊 這裡可以給禮物 嘩... 給我這麼多錢啊 哈哈... 噢... 這裡是改性格的 OK... 就好像之前那樣吧 改特性啊... 這個好像是... 這個Capsule是不是... 特性藥啊... 就是那個... 不知道為什麼是膠狼 好像有一件東西叫做 不要緊啦... 我們還是不理會的 我們繼續去找回這個商店 是不是要拿東西啊 幫大魔博士 對... OK... 一樣拿圖鑑吧 拿完圖鑑就可以打勁敵了 這個時候其實要捉一隻飛行系的精靈 對... 飛行系就用來... 可能... 啊... 不是啊... 對... 飛行系... 看看有什麼勁重呢 來電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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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什麼勁啊... 好... 我們到旁邊看看吧 找什麼啊... 他離開了... 那是神獸來的啊... 我都沒見過這種毒性的 那隻... 這隻其實都可以要的 我們來捉一隻這隻吧 是不是有啊... 有精靈球 看看吧 加速減特防 加攻減特攻... 不說是這麼低攻啊 剛才... 剛才用火花這麼低攻啊 原來是固執來的 這隻都不要了 這是鋼長啊... 鋼長有沒有用呢... 鋼長好像沒什麼用... 嗯... 不要緊啊... 先捉一下吧... 雖然好像沒什麼用... 看看... 加特攻減特防... 立刻廢了... OK... 還有什麼啊... 還有什麼厲害的... 飛人是出來了... 鵝骨燃... 鵝骨燃... 即是大王燃... 大王燃... 我覺得有用... 我覺得有用... 我們這次可以用大王燃... 好... OK... 我們捉了幾隻精靈... 現在去試試敬敵... 究竟什麼料子... 究竟敵是不是很難打呢... 我們看看... 儘管看看... 好像是... 極巨洞... OK... 這個是不是極巨洞... 不知道是什麼... 好... 敬敵又來了... 你需要... 你想去這個精靈聯盟... 忘記它... 你還未有徽章... 這裡不特別說了... 都是說那些東西... 嘩... 竟然是這個... 它有... 鋼鳥... 好... 石火... 這招... 嘩... 死了... 這招是什麼... Power... 哦... 這招是... 這招沒什麼用... 這招好像是越高... 越高變化能力越厲害... 對方... 好... 輸... 要輸... 這裡一下就秒了... 可以... 非人是... 咦... 可以不用打嗎... 這麼好... 雖然不知道好不好... 因為沒得升... 變相地... 但不要緊... 這些小問題... 因為... 頭幾場... 其實真的很容易輸... 頭幾場的對戰... 如果沒有... 如果被人不停降了能力... 或者真的太克制... 運氣太差... 其實真的有機會輸... 嘩... 這隻厲害... 先捉這隻... 這隻河童... 河童是... 水草是... 基本上我們... 主要升一隻... 除了升火煮... 然後再升獵葉河童... 基本上第一個和第二個道館... 都可以確保贏到的... 加攻減放... 加攻減放... 咦... 原來他有寫了那個個體值... 其實挺方便的... 那我們... OK了... 可以... 可以走得了... 另外... 真的需要進化... 不是... 升了一隻... 連業河童... 這個是什麼來的... 又一進去了... 他説不可以走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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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什麼人... 他説想去買東西... 他説想去買東西... 又教我怎樣捉精靈... 這個就行了... 他説想去買東西... 那個是什麼裝置... 那個是什麼裝置... Tish TV... 那個沒什麼用... 好... 向美貓... 又有其他人呢... 你可以做得更好的... 下次... Hello... Are you a trainer... 你是否一個訓練家... 你是不是剛剛開始你的旅程... 我很高興可以認識到新的朋友... 我是Ash... 是這個小智... 我是Come from... 這個純白真... 哦... 你也是啊... OK... 我很榮幸可以看到... 同樣都是同一個村莊的人... 大虎博士給我一隻... 精靈給你... 開始這個旅程... 哦... 我知道... 我也是... Come on... 我們馬上來一場快速的對戰... 神經病... 為什麼會有尿路呢... 燒它... 電光石火... 他... 他的性格真的很差... 不行... 要輸的... 我要先升一升... 這個... 啊... 打不贏... 這個... 整隊都打不贏... 哈哈... 一隻秒... 是... 是他困難模式那裡... 加強了他的level... 還是... 他困難模式... 是... 改了他的精靈... 為什麼會打利奧六十呢... 他還要這麼厲害呢... 唉... 好啦... 我們今集短短的玩到這麼多... 今集其實純粹給大家看一下有新的介面... 以及玩一個英文版的版本... 而之後其實還有一件事可以說的... 就是... 我現在又用的是一個翻譯器... 基本上如果是英文的話... 不太難的那些... 他可以即時... 大概兩三秒左右就能翻譯出來... 都在測試這個軟件... 對啦... 所以... 英文版其實我大概都可以玩到啦... 雖然某些字... 或者某些情節... 劇情上... 可能不是很全面啦... 好啦... 今集的Pokemon的... 最終紅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 就這樣... 拜拜... 每鼻音樂... 那你現在就可以加班到啦... 、「 posted du嗎?」 全部進步驚訝... 讓大家開一個照片...